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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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次真的是第一次来台湾 所以心情非常激动 非常感谢GC Conference 给我的一次机会 可以到台北来看一看 然后逛逛夜市 吃一吃小吃 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在来阿里之前 实际上一直在美国的Facebook工作 工作了有八年的样子 在Facebook的话 Facebook用Java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工作 是围绕着优化PHP去做的 那八年工作下来了之后呢 PHP优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后来阿里就找人去跟我聊 说这个阿里Java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你能不能来阿里去看一看Java Java有没有优化的余地 然后我一听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Java这个东西吧 一直就是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呢 就Java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Java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一直没有机会说做任何Java相关的工作 所以就非常非常感兴趣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为什么对这个阿里的这个工作特别感兴趣呢 就是因为阿里的这个量级特别特别的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数字哈 这个阿里的整个咱们就不用说这个 这个 每一年的这个 GMB 这个 这个 它整个的一个销售额 248个Billion US Dollars 然后Active User有上百个Billion的User 然后各个方面的数字都能够体现出来阿里啊 他那个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 扩展到一个相当大这么一个量级 那在这个量级之下呀 它的后端需要特别特别多的机器来支撑 那个以前阿里只要想公布说 呃 做PR的宣传的时候 呃 想表明阿里 呃 公司做得非常大 都用非常非常多的数字来体现 然后后来呢 阿里开始简化这些数字了 阿里想说 我们其他的任何数字你都不需要看 你就看我们双十一那一天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双十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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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哈 双十一原来本来只是一个光棍节 后来那个 呃 被转化成一个销售的 单天那个销售的一个节日 就好像美国的Thanksgiving一样 这个我还真不是很清楚说台湾有没有一个 类似的怎么样一个一个单天的一个 大家都去shopping 因为在这一天 商家统一的去会发很多的discount 发很多的coupon 双十一呢 就是阿里最大的这一年下来最大的销售额的这么一天 那在最刚开始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看2009年2010年双十一这个活动刚开始搞的时候 这个量级也许并没有那么大哈 5.9亿人民币啊 19.4亿人民币 但是随着这个业务的扩展 随着大家在淘宝天堡上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接着这个数字在不断地翻升 然后到2013年2014年就已经到几百个几百亿人民币这个这个量级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今年的数字2015年的数字 我没有在这列出来哈 还太新了那个数字 已经到912亿人民币 当天啊 一天24小时 可以有912亿人民币 那差不多穿水成USDollar的话 差不多有140多 114Billion的USDollar这么多 那在这个量级之下哈 这个很多的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因为你要想能够支撑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额 你所有的机器的数目必须要足够多 而且每一台机器要特别的高效 而且还不能出错误 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导致很多很多的交易进行不下去 而且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之下 错误它是连锁性的反应 假如这台机器出了问题之后 后面所有的机器就跟着出问题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disaster 非常灾难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为了要确保这么大的一个量级的这个机器的系统呀 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一个很逻辑下 coding的一个代码写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可能一个订单下来了之后 要先看这个商品是不是已经available 如果available的话 才会说从这个商家那边要确保可以发货 然后这个计算这个价钱 还要计算运费 还要figure out最简单的这个shipping的一个route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逻辑 能够把这个东西做的这么大的量级 又做得很正确 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在Facebook的时候 也许在公司很小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你写得不是特别好 也还OK 出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当你的量级大到一定的时候 任何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问题 都会被放大到特别的大 换句话讲 Facebook到后来的时候 如果能够在性能上节约 比如说千分之一 可能直接就转换成 几十个million的USD 甚至会更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阿里很感兴趣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大公司 不是说喜欢他人特别多 而是说喜欢他的问题 会突然变得特别特别的复杂 当你的公司大到一定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architecture 不能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 它会把你的不完美的地方放大到 你不能够忍受 我来到阿里之后呢 我就会发现 阿里实际上 如果你看他整个的Javaarchitecture 并不是那么的复杂 有很多很多的物理的机器 这个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 那前端做交易的话 后端一定要有很多的物理机器在支撑 那随着这个业务复杂到一定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再把你的简单的 这个整个的业务逻辑写在一台机器上 对吧 无论是一个代码呀也好 无论是数据也好 你总是要把代码和数据 分散在不同的机器上 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阿里以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 主要是 那没办法了 那我们就分吧 那怎么分呢 数据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办 数据的话那就是数据库嘛 数据库的话我就 放在MySQL的机器里面也好呀 放在MimeCache的机器也好 反正它就是在后端 它可以有自己的扩容的方式 然后前端的就是Java的Application Server 那前端的Java Application Server 也存在呢 去怎么分它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可能写应用 我今天的团队可能只有十个人 我只写一个应用 那就在一台机上跑就没问题了 可能明天呢 这个团队扩展到五十个人了 我们现在写三个应用到五个应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还是把所有的应用 放在一台机上都没有问题 可是到第二年第三年 整个团队已经大了上百人 甚至上千人 这个时候你就不再可能说 所有的人都坚持一定要把 所有的应用放在一台机上 那可能在测试上呀 在发布上呀 就可能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哎 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 一直在讨论说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这么这么多的应用 我们究竟是要放在一台机上 还是说放在十台机上 如果放在十台机上的话 所有这些应用我应该怎么去分布 是把所有的同样的应用 放在一个机上呢 还是说这十台机上 每一个机器都放十个应用 这里面存在着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decision 你需要去make 那阿里呢 因为每一个应用团队相对来说 比较独立 这个是阿里的一个特点 这么些年下来 阿里特别强调一个垂直化的 这么一个一个做法 其目的在于说 让每一个团队 可以只看自己的产品 不太受其他团队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迎合他非常高速发展的 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阿里的垂直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有啊天邦啊 有淘宝啊 有支付宝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BU 在阿里就叫BU Business Unit 不同的BU呢 它是完全垂直化的 换句话讲 在天猫这个团队里面工作 他可以完全不去思考说 支付宝呀 或者说其他的BU 对他的任何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Java的Application Programmer 他可以非常专心地 去看自己的那一摊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应用 只在自己的机器上跑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 因为在自己的机器上 他就可以确保我完全地控制这台机器怎么测试 完全地控制这台机器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布的情况 而且上线了之后 其他团队的任何的发布都不受影响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希望说每一个应用是Fully Isolated 完全完全独立开 那到后来的话就出现问题了 假如每一个BU都要想要自己的机器的话 你就会发现机器的资源啊 其实利用起来是非常浪费的 换句话讲 我如果有十个团队的话 每一个团队我可能要给一百台一千台机器 但实际上他用不完这个Resource 给每一个团队可能你都要预留 预留一些机器呢 预留的时候他是为了担心自己的业务发展 他说我今年虽然我只需要五十台机器 但是我明年我的业务增长就会翻番了 所以我需要一百台机器 甚至一千台机器 所以他就会提前要很多的机器 那这个预留的话 每一个团队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团队预留可能预留了百分之十 有的团队预留了百分之五十 那预留百分之五十的人呢 实际上你去跑到他的机器上看 他很多的机器啊都是在闲置着 他只是为了等着明年去跑他的应用 那有的团队比较保守 他只预留了百分之十 那第二年的时候可能业务真的增长得非常非常快 他已经机器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机器 可是另外一个团队那边是闲置的机器 这个在阿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不同的BU之下 机器闲置率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实际上是机器资源的一个浪费 换句话讲 非常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太能够允许各个的BU 自己单独地去选择自己的集权 直跑自己的应用 那这个在机器资源的利用上 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叫做resource的一个 大家在一起共享的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性能优化 在大的这个层面上 如果我们能够把不同的BU的资源 能够在一起共享 能够overlap他们的resource usage 你不用的时候这个团队再用 这个团队不用的时候这个团队再用 这个时候机器资源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怎么办呢 可是每一个团队还要自己写自己的代码 所以呢阿里就开发了一个叫P4的一个 一个virtualization的这么一个系统 一个虚拟化的这么一个技术 那这个P4呢 那实际上 它是基于这个Linux Container的这么一个虚拟技术 它并不是说一个很 并不是说virtualization 它实际上是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啊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virtualization 这个大家可以 很容易到网上去查 这个Linux Container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它对比一个真正的virtualization究竟差别在哪 但是不管怎么样Linux Container呢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 它不太说非得要把这个hardware给virtualize成一个 每一个application单独的这么一个虚拟机 而是讲 就是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CPU和内存的这么一个分配 我可以很简单的用Cgroup 把CPU分配给不同的应用 诶 好处是什么 突然所有的几个的应用就可以在同一台机上跑了 那坏句话讲这个BU呢 它将来再申请到的就不是一台物理机了 它申请到的实际上是虚拟机 虚拟机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说我要一千个虚拟机 没问题我给你一千个虚拟机 但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一千个虚拟机都在真正的跑 这个就要看你实际使用的情况 你可能今天的业务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强 可能它就只有五百台虚拟机在真正的跑 但是你有一千台虚拟机的量 那另外一个团队的话 它可能说我闲置的更多 那那个只有一百台虚拟机在跑 九百台的虚拟机都在那闲置 闲置是OK 那个九百台虚拟机真正用的物理资源 实际上是被另外一个BU在使用 换句话讲 这个虚拟的技术呀 从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不同的应用 在不同的机器上 这个resource怎么样共享 怎么样大家在一起 可以同时地使用这么一台物理机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这些虚拟机 它实际上还是isolated 还是相对是独立的 换句话讲 一台虚拟机挂掉了的话 它是不会影响另外一台虚拟机的 那各个 各个业务部门还是可以保证 自己的应用不受其他业务部门的影响 换句话讲 如果另外一个业务部门的人 Java的代码显得不好 这个内存有泄漏 但是没关系 我这台虚拟机照样的好 因为我自己的内存和CPU是确保的 那阿里的这个T4呀 实际上因为做得非常非常的早 所以说 其实它原则来讲是非常相当于 现在特别火的Docker 跟Docker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本质的区别 唯一的一个 如果你说有区别的话 就是T4呢 是非常基于阿里的现状 做的这么一个container 这么一个技术 那所以说围绕的T4呢 阿里呢 发展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非常细致化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 运维系统是建立在T4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你看到阿里的整个的 这个运维发布的系统的话 它这个T4的分配啊 都是通过网页去做的 然后这个 哪一个application 上哪些这个虚拟机 都是有一个T4的console 可以统一的调度这个资源 我相信大家可以用想象力 就是当你有了这么一个技术之后 围绕着这个技术 你去设计一个周边性的 这么一个产品 把它包装得非常好 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然后阿里呢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所谓的 这个上层的这个建筑 把这个底层的T4的技术 包装成一个 一个package 整个这个package 再来运维 操作整个这个阿里所有的这些服务器 但是 其实我们不应该满意 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假如我们没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你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Java的大拿 你的战斗力超强 强到你可以写无限的代码 请问你写阿里巴巴的这个所有的程序的话 你会把它分散在不同的机器上吗 不会的 不太会 为什么 是因为 我们所说的 我像我刚才讲 我强调说 这个BU 他特别希望自己的这个应用啊 是isolated 实际上是因为人的这个因素 造成的 因为他担心其他团队的这个研发 他的测试 他的发布 影响到他的这个application 所以他才要把那个东西给隔离开 换句话讲 另外一个团队 他写了一个招招代码 他也存在着同样的心理 双方都对彼此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信任 可是如果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特别相信你自己 这两个应用 其实原则上来讲是可以跑在一台机器上的 跑在一个虚拟机 跑在一台物理机上 为什么呢 跑在一个地方之后 就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觉得在座可能写过很多的Jar的这个application 假如你要想访问后端的一个服务 我不管这个服务是什么 MySQL OK ManPatch OK 绝大多数的这个写法是拿一个线程池 这个线程池有很多的threads 然后呢 你去对这个线程池说 请你帮我访问MySQL 然后他就去访问MySQL了 那假如这个应用写成两份了的话 相当于每一个应用都要有各自的建成池 坏的话讲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 每一个应用在写底层的很多的东西 明明是可以共享的 但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个因素 我们想让它隔离开 结果这个东西就没有写在一起 即使是虚拟的技术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虚拟技术 没有能够保证这件事发生 在不同的虚拟机之间 各自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线程池 去做很多的后端的服务器的访问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实际上你仔细想 两个不同的Java的应用 实际上它有很多的代码实际上是共享的 很多很多底层的代码 实际上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上层的 这么一个应用 底层的这个代码 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一个团队 可能每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 在阿里的话有一个叫做 共享中间件的这么一个团队 他们专门就负责写中底层的这个远件 实际上这些代码 都是在共享的底层的地方 但是因为在不同的这个虚拟机里面跑 所以各自JVM会把它去重新的compile 重新的变成中间代码 重新的在内存里面存各自的一份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机器资源的 一个极大的浪费 换句话讲 其实呀 我们要的是 尽管是看上去是隔离开的 实际上我们希望在机器的那个层面上 很多东西是应该是共享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 换句话讲 这个我觉得是在Computer Science里面 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人和机器的需求往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写代码 其实人是希望说把这个代码 这个拿一个Text Editor去写 机器就不是这样子 机器说我不管你是什么语言写的 最后只要是机器代码我都可以跑 这个人 再比如说Compiler 你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去写一个高级语言呀 然后拿Compiler给编译成低级的这个机器语言呀 机器根本就不在意说 我是Machine Code 那是最好的 可是人没有办法去读这个Machine Code 人只能够在一个高级语言这个层面上 才understand everything 所以说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需求 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匹配的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 那在这个机器资源的利用上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机器的角度来讲 越共享越好 越多的东西可以大家在一起share越好 假如MySQL的现成池 可以减少到多个的应用 共用一个现成池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后端MySQL的压力就会减少很多 不然的话就有成千上万的机器 可能访问同一个数据库 如果这些成千上万的虚拟的机器 可以缩减成只有1000台 或者甚至100台 那这个MySQL只需要有100个connection 跟它在一起连接的时候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机器的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的是 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在同一个JVM里面共享 那这个恰恰就是 我来了阿里之后 这个我们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工作方向 就是我们希望重新地去思考 如何去共享这些应用 不仅仅是在局限于 在不同的虚拟机上跑不同的应用 我们希望的是 在同一个JVM里面 能够尽量地多跑不同的应用 那你说那应用还是有要求说 我希望自己的CPU有确保 不能够说另外一个应用 把所有的CPU都拿走了 然后把我给饿死了 那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应用是 可能是最后付款的那一下 如果最后付款这一下 要是死了的话 这个用户那个订单就作废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还有人说 那我这个应用的话 内存一定要确保 所以说 必须要保证给我一个GIGABY的内存 低于这个就不行 我们说没问题 我们去改造JVM 我们把JVM改造成 所谓的叫多租户的这么一个系统 就multi-tenant的这么一个系统 每一个tenant 实际上你可以assign给一个应用 话句话讲 一个应用来了之后 你可以是我这个JVM里面的一个租户 tenant 然后你来告诉我说 作为一个这个tenant 你要多少CPU 要多少内存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配置 来告诉这个系统 这个configuration说 这个应用需要至少一个core的CPU 然后至少一个GIGABY的内存 然后你再告诉我 你的内存的上限是多少 你说我最高的时候 可能到三个GIGABY 我们说没问题 我确保你一个GIGABY到三个GIGAB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GIGABY我是确保的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 你永远有一个GIGABY 但三个GIGABY不一定 从一到三的话 那就要看整个机器的资源的利用的情况 如果其他的应用把这个内存给拿走的话 可能三个GIGABY我不能够确保 这个时候你或者需要等待 或者就直接简单就fail 但是不能超过三个GIGABY 超过三个GIGABY的话 其他的应用就不再有内存可以使用了 所以说共享内存 在这个多租户这个体系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JVM呢 虽然用的是AltonGDK 实际上那个JVM是HotSpot 然后在HotSpot里面呢 我们采用了那个Google有一个G1的 这么一个Memory Allocation Deallocation的这么一个子系统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 对底层的这个东西特别了解 但是G1呢 对整个这个Garget Collection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造 在G1这个模式底下 它已经可以把这个内存的分配 是按照一个slab一个slab进行的 换句话讲 我今天需要去Allocate Memory G1的系统说 那好没问题我给你一个slab 这个slab其实比你要的大 但是然后你就在这一个slab里面 去Allocate 不同的小的这个细致的这个内存 那G1这个系统呢 就被我们给改造了一下 我们改造成 每一个slab我们做一个标记 这个slab会标记给某一个tenant 每一个tenant有一个ID 然后这个slab我们就记录下来 你这个tenant 你这个应用 已经Allocate了多少Memory 等它再去Allocate更多的Memory之后 我们就说很对不起 你既然已经告诉我 一个Gbytes到三个Gbytes 不能超过三个Gbytes 我们就做一个限制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确保这个应用 还在这个J1的使用 但是它的内存是可控的 CPU我们用Cgroup这个方式 非常类似于container 这么一个技术 我们去assign给每一个tenant 它那个跑的那个线程 一个Cgroup一个ID 然后通过Cgroup去调整 它CPU的使用情况 那如果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模式 一个新的不同的应用 共享的这么一个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之下 就不仅仅是说 把不同的应用 跑在不同的虚拟机上了 突然一下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看整个这个Java JVM这个application 这个执行环境之后呢 除了有上层的 这些不同的应用的执行的 这么一层 同时还有底层的 大家可以共享的地方 换句话讲 假如你的Java的团队 分成十个小组 每个小组在做不同的应用 那这个时候可能真的要有 这么一个小组 它来负责什么呢 负责底层的这个架构 这个底层架构包括什么呢 底层的架构包括 怎么连接MySQL 可以让上层的人很简单地使用 然后怎么连接MyCache 甚至于在阿里巴巴 大家它的那个Java的application 有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叫做catalog 那个catalog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产品的目录 这个产品的目录呢 就是你走到这个天毛淘宝的网页上 你总是要看 有在卖很多很多的商品 那这个产品的目录呢 实际上是一直在这个内存里面存的 以前多个应用的时候 它可能要存好几份 那现在就不需要了 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 共享内存的一个概念的话 像这样子的一个item catalog的话 只需要存一份 大家就可以共享就好了 所以说在这个新的这个系统之下呢 很多的application 可以去思考 怎么样去慢慢地沉淀 让底层非常非常地坚固 非常非常地好用 然后这么达到 这么一个优化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是 毛泰Tenent 是我们工作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最刚开始的时候 接触Java的话 是好多好多年 那时候JDK 1.0 刚刚出来 还在讲到1.0到1.1的 这么一个upgrade 那个时候 大家觉得Java的设计 特别特别地好 但是实际上啊 经过这么些年的 这个对这个语言的使用 对Java的这个理解 实际上Java有一点 我一直个人非常地有意见 personal的一个opinion 就是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并没有考虑到 很多很多的公司 实际上是在拿Java 选web application 这个web application 它有一个很显著的 一个特点 就是说 当一个request进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快地就返回了 差不多这个过程也就 可能你最高的允许 我不知道每一个公司的情况 100个毫秒 在这个100毫秒 这个吞吐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很多很多的object 你是知道 在这个100毫秒结束的时候 你不再需要它了 就是有这么一个session的 这么一个概念 换句话讲 如果我们把web request进来 当成这个session的一个start的话 在这个web request结束的时候 就是一个session的end 这个session的end的时候 原则上来讲 你是不再需要这个 在整个session里面 alocate的很多很多的object 你都特别地明确 你就可以 把自己的所有的object 同时给dump上 可是Java的garbage collection 不是这么做的 Java的garbage collection是 在sessionend的时候 它还去一个一个地去看 这个object有没有人用 这个object有没有人用 它每一个object去看 说有没有 去mark sweep 那实际上我想说 这个deallocation 并不是非常efficient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 结合我刚才讲的 既然我们已经用g1 用一个slab 去分配内存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 在一个web request进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说了 诶 这个slab 分配给这一个tenant了 换句话讲 分配给这一个web request了 那这个slab 在慢慢地执行过程当中 到这个session结束的时候 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这个slab 可以完全地不要了 我就可以把整个的slab 给deallocate掉 我不需要再去仔细看 这个slab里面有哪些object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唯一的问题是 在这个slab里面 实际上这个web分两种 在java里面 假如你写 我说我今天要declare一个web 我说有一个web 叫static的一个web 这个static variable很遗憾 这个static variable 不是说这个web request 结束的时候 它就可以不存活了 即使这个web request 结束了 这个static variable 还必须要存活 这就是一个很要命的一点 而这个就是我觉得恰恰是 java在设计上呀 它并没有考虑到 web application这个scenario 在php里面不是这样子的 在php里面 有一种static variable 叫做web request 结束的时候 它也给删掉 然后有另外一种static variable 是说在web request 结束的时候不删掉 换句话呢 php把static variable 分成两类 分得很细 那这个分得很细的话呢 就对优化这个语言 特别地有帮助 而java不是这样子 java的static variable 就是一种 就是web request 结束的时候 它还存活 那这个就给我们 造成了一点点麻烦 就是在gc的时候 我不能够简单 把整个slap去deallocate 万一这里面 有一个static variable的话 我必须要确保它存活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 把variable 硬性地给分成 static的和session的 换句话讲 我可以去看 这个slap里面 哪些variable是static的 假如是static的话 我就在 这个web request 结束的时候 把它烤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烤出去 烤出去之后 我就可以把整个的slap 给deallocate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把younggc 我不知道大家 这个gc的 有多么了解 这个gc 分younggc和oldgc younggc就是younggeneration 怎么样去garby collect younggeneration的object younggc的话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整个的slap 给deallocate 这件事是小于一个毫秒 毫无疑问的 因为你deallocate 整个slap的话 整个的机器里面 也不会有太多的slap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小于一个毫秒 就可以把所有slap 都给deallocate 可是目前的来讲 younggc的话 至少要 可能 三四个毫秒 到十个毫秒 是需要的 那 那你说 那我 增加了一个cost 就是把这个variable 从这个slap里面 要烤到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 我说这个实际上 就是younggc里面 很多的object escalate到oldgeneration 必做这么一件事 换句话讲 我们在一个 新的这个设计方案里面 并没有多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只是提前做了一件事 我们没有把那个 那个真正的一个 fu gc跑的时候呀 那些事儿 等到fu gc开始跑的时候 才去做 我们提前做了 我们提前就已经 判了出来 这个variable 我们是需要把它 烤到oldgeneration那边 我们就把它 从这个 这个session的这个slap里面 烤到另外一个slap 提前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让fu gc的时间 缩短 fu gc不要做那么多的事情 提前把fu gc 很多的事儿 给它碎片化 一点点做 一点一点做 这样的话 fu gc就不会造成 机器的一个大的停顿 这点我不知道大家 有多么深的这个 生物痛觉 这fu gc这件事儿 这个能够让机器 给停下来 去做fu gc啊 我一直认为是java的designer 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说 我错了 就是你去看 其他很多的语言 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你去拿cc++去写一个程序 或者说甚至拿php去写一个程序 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 一个问题 巨大的一个problem 它造成了很多的公司 在使用java 去做web application的时候 非常大的不便 以至于很多的人 去做low balancer 当他去做fu gc的时候 我要去把它rotate out 去做很多 ridiculous的一个workaround 我们希望去改造这个gc 改造成 把fu gc尽量地缩短 让它做很少很少的事情 以至于到最后 没有那个hickup 没有那个停下来 去专门去做fu gc 这么一件事儿就 那这个一方面 我们是让young gc 去做这个slab的deallocation 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把整个的 那个escalation 从young generation 到old generation 那个escalation 把它碎变化 每一个web request 都做一点点 碎变化了之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old 在这个static variable slab里面 我们还再次做一个优化 就是用g1的 它已经现成的slab 这个allocation 让它没有fragmentation 就是fu gc 有很多的时候 它花很多的时间 它去做什么呀 实际上它做的印象工作 就是contaction 它让它内存 没有碎片化 它去contact 把man object挪来挪去 最后又连continuous了 新的这个g1 这个garbage collection 它有slab allocat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external fragmentation 变成internal fragmentation 换句话讲 我assign给你一个slab 我允许有内部的碎片化 但是我确保 没有外部的碎片化 所以说我们就花很多时间 和精力呀 去做这个gc的这个优化 那前面两项 我花很多的时间解释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们太重要 说心里话 就是如果我到阿里之后 如果你让我去挑 说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刚才讲的两件事 一个是沟租户 怎么样能够让不同的应用 跑在同一个jvm里面 另外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能够解决 这个memory allocation 这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 在jab使用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那其他的有一些小的问题 那我就不想花太多时间讲 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比如说 既然你有这么多的应用 那互相的调用 就是不可避免的 那在阿里的话 不同的这个jvm里面 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调用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现在全是用现成池去解决 坏句话讲 全是用这个threats 然后去靠physical的threats 去做很多这种调用 为什么呢 是因为每一次调用 它是有一个io的操作 这个io实际上是有等待的过程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能够去做另外一件事 不然你就浪费掉了 那所以才用现成池 现成池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现成上去跑吧 反正我主现成 还是跑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这个东西实际上 在linux community里面 已经有这个故事了 就是现成池 它不是一个好的programming model 这个大家一定要矫正过来 我知道java当年出来的时候最火的就是它的现成这个概念 这个java当年我特别特别致爱的feature 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在一个class里面declare说synchronized 然后可以wait notify everyclass都有一个monitor everyclass都可以wait notify 多酷呀 但实际上在大规模的这种server的application里面 现成池是一个不太好的model 而你更应该思考的是异步化的东西 争取做asynchronized communication 只有asynchronized communication 才能够真正最大化我们整个的这个IO的操作 让IO的这个互相overlap的同时呢 没有现成的这个切换 因为现成的切换实际上 它是一个底层的要做很大的一个contact switch 实际上它对系统的资源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而在做异步化的处理是相当于叫做userspace的threats 那这个是说我已经知道我要切换了 那我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没有必要的contact switch 我这件事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IO开始等待了 我马上去自己就跑去做另外一件事了 所以能够消耗特别特别的少 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啊 一直去做这个异步化的这件事 这个异步化的说白了其实非常的简单 假如我们去看一个synchronous的IO的操作的话 抽象化它就是query server 很简单你去send request 然后receive response send request就是发一个request 然后就是IO wait 你等待服务器对你的响应 receive response就是等待服务器回来的结果 那在这个期间因为都是IO wait 所以以前是把整个query server 跑在一个自己的一个现成上 那今天我们希望把它改造 改造成coroutine coroutine就是一个斜程 斜程就是一步 一步化用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组件 大家花一点时间去看看斜程的东西 Java现在刚刚斜程的东西出来 嗯 非常好用 假如你可以重新去写你的这个程序的话 你就可以把程序写成协程的方式 这个协程的话呢 send request之后我就yield yield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我让出 请其他的该做事的现成去执行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在yield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做其他事情的那个地方呢 还会有一个engine去一直listen 你一直在听这个io是不是回来了 只要一回来又回到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企业程coroutine 好就好在这个yield的这个点 将来是可以回来的 不影响他的执行 回来之后他就可以receive response 而这个时候 data已经available 已经可以你完全去去执行这个receive response 然后receive response之后 你还可以yield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我想跟你说 就是假如你真的去做一个性能的比较的话 你可以去画一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这个横轴就是并发数 并发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我这个现在有一百个应用 想要去访问后端的服务器 那纵端就是QPS 那就是说换句话讲 说我这个整个这个服务器 它这个QPS最高能到多少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图 很简单的一个吞吐量的图 叫throughput throughput 这个在大公司的看服务器的性能 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有的时候 你不能够简单的用latency 你说我一个request进去 这个request花多长时间回来 这个是latency 可是throughput 是看你整个这台机器的吞吐量 能不能在一秒中 实行几千次几万次的操作 我们就会发现啊 这个图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我简单的说一下 当你用线程池去做你的这个后端的服务器 要调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图实际上是有一个瓶颈的 它上了一定时候 它就上不去了 即使你把线程池的数目加大 你说我来一千个线程 很对不起 最高还是那么多 和一百个线程差不太多 实际上甚至很多很多的IO操作 在Limits上 一两百个线程 就已经能够让它到达这个瓶颈了 可是在coroutine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上的更高 我们已经看到在异步化了之后的话 至少可以增加15%到20% 甚至有的应用的话 因为它IO做的特别特别多 可以甚至到40%到5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优化 再有一个优化的就是说 那我们在做这个远端调用的时候 总是要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这个在Java里面啊实际上并不好 因为Java本身的那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如果你仔细看它那个格式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复杂 它要把class记录下来 然后哪一个class去 去encode decode哪一个data member 每一个data member都要记录下来class的information 这个复杂到 以至于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成为很多公司Java使用过程当中的 一个头疼的地方 那我们也做这个方面的优化 这个优化的方法有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说那既然我知道 这个反序列化和序列化 是这两个这两者之间发生的 我们就让它用更简单的格式 比如说像cryo 像很多的这个 非常 Fast JSON 可能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这个像 Java Native Serialization 是我们要优化的 Hitian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的完美的 这么一个优化 我们更加看重的是User Define 就换句话讲说 我能够知道 我今天要传的这个class是什么的话 那我到了另外一端的话 我就直接的按照 你知道的这个class的这个information 去反序列化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减少CPU的使用 减少内存的使用 很快的把一个object 给D-Serialize 这个大家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看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因为很多的公司在序列化 反序列化里面遇到很多头疼的问题 所以很多很多的算法 也涌现出来 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叫 GCIH Serialization 那这个算法 现在目前还是在research当中 一直在看说能不能够 就是说当我把这个整个的 这一段内存拿过来了之后 它就已经是那个object的layout了 我可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些 这个指针的一个调整 啪一下子就已经在内存里面 就直接有这个object 那这样的话 这个反序列化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那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也是GCI Invisible Heat 这么一个概念哈 这个GCIH就是 有这么一个invisible的heap 是我们自己去掌控 Garbage Collector并不知道 那有了这么自己的一个heap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我刚才说的一件事了 那这个memory过来之后 我直接把它转换成object 没有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然后Garbage Collector 也不会去碰这个region 那这个说心里话 是非常侵犯性的 这么一个JDM的改造的工作 那所以我们也非常小心翼翼的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 一定是我们真正的想要去拿它实现 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性能上 多么大的这个结果 这个是我们拭目以待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Java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当年我重启机器的时候啊 实际上刚开始有 总是有这么一小段时间 是这个在warm up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warm up 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在这个warm up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的JDM 并不ready去process一个request 因为它只是刚刚编译好这么一个bycode 它还并没有收集到足够的profile 去优化这个bycode 所以说你就会看 诶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web server重启的那一小段时间 每一个web request 时间总是要长一些 诶慢慢慢慢就好了 那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儿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just-in-time compilation 它本身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 一个compilation这么一个效应 但是我们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呢 是说既然我知道我这次重启 很多的代码实际上并没有做改动 那么原则上来讲 上一次跑的时候 记录下来很多的profile 我这一次跑实际上可以重复的利用的 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azure company 他们做JNM做得非常好 还能做很多年 那他们有这么一个叫ready now 这么一个产品 ready now这个product 它实际上就做了很多这个warm up的优化 我们也非常想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用它的这个 用它的JVM 我们没有办法去买它的JVM使用 因为它的JVM里面 他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这个 这个哲学观点啊思维方式啊 然后他们又不开源 我们看不到代码 那我们内部的话肯定是要做一些 针对阿里的一些改动 而这个改动呢 不一定是其他的公司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把这个两个代码库 合并在一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购买它这个产品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跟azure在聊 彼此觉得很伤心啊 就很难合作了 那我们又想要它这个feature 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的这个ready now的这些小的优化 能够做做好的话 我们重启机器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delay 那这个包括什么呢 包括optimization profile的save and load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能够把profile上一次跑的时候 记录下来哪些变量是什么type 把它轻轻速的记录下来 下一次跑的时候重新load一下 我就轻轻速的知道 上一次跑的是什么样子 我就可以提前的做优化 还有一个叫做speculative optimization 那这个和这个class的loading有关系 就是说假如你load了这个class 我就断定你肯定会load其他12345class 那这个是一个prediction 这个prediction有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呢你的打赌是90%的情况下 我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来 那你load了这个class之后 我就提前把其他的好几个class全都load了出来 全部的load出来之后的好处 也是提前的workup 我可以很快地让我的JVM这个compiler 进入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compiler directives 这个就更高级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假如我们的java的programmer 都知道说这一块代码是核心的代码 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代码里面写上这个 attribute 叫做load me now 或者说whatever 你可以自己定义的这个东西 让你提前的把这个代码提前的给load进去 所以说这一块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其他的话来讲的话 那gdebugger的话 这个是我们测试呀 这个调试的工具呀 我们经常会去看说 假如有这么一台JVM的机器 在线上跑着跑着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得到这个JVM的内部呢 那这个说心里话也是 就是或许是Java这个language本身啊 提供的并不是很全面很完善的地方 就是说假如我们在线上这么大的一个集群里面 跑这么大的一个软件系统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不去详细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 它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必须要关注 就回到我第一个slide 我就讲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量级的话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这个疏忽啊 或者说节省都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套工具 可以让我们很轻而易举的去connect到一个JVM里面 然后去看这个JVM里面 所有的各种各样性能的指标 看它这个garbage collection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就我们就研发了这么一个 叫Zdebugger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可能将来我们会想办法 这个我是从这个Facebook过来 一直这个倡导这个开源的这个思想 我非常希望我今天讲的很多这个工作将来能够以开源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这个有了这个Zdebugger的话 而且还有一个webUI 可以清楚的看到你的Java的代码在线上这个跑的情况 那这个的话会丰富你对线上的这个执行情况和你亲手写代码 这个之间的对应关系 渐渐地就把你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Java programmer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到这个说 我们要这个掌控线上的这个程序这个执行的过程哈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叫做profiling profiling的意思是说 我要去偷袭我整个的这个Java App 每一段究竟消耗了哪些系统的资源 系统资源不外乎就是那么几样的对吧 CPU消耗了多少呀 内存消耗了多少 DiskIO消耗了多少 这个网络的IO消耗了多少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很在意 说这个IO花了多长时间等待的时间 这些指标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他们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们说 哪个地方是优化的地方 我们如果看到某一个函数 它CPU的消耗的量特别特别大 这个就是我们优化的地方 把它给优化的话 好过你坐在那不去profile 你去想 去猜想说我认为哪一块会慢 你的猜想往往是错误的 看到真实的线上的profile的时候 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你会大吃一惊 居然我没有想到说这个函数 消耗了这么多的系统资源 我们希望有一套 強大的profile的支持 它不断地收集线上的这个情况 实时地让我们掌控整个集群 它的这个各个方面 各个函数使用的这个CPU的情况 那我们就为了要去做这么一个系统的话 我们必须要几乎每一个函数都要去测 你又不可能所有的去测 因为有overhead 这个profiler 它实际上自身是会很耗时的 所以我们希望去做一个 非常low overhead 非常低损耗的 这么一个profiling profiler的这个系统 能够侵入到这个JVM里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帮我们去收集 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 哦天啊 原来在一万台机器上 某一个函数跑得特别特别热 几乎占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你不大会看到百分之十这种啊 百分之十的话可能 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热点 哎 看完了之后我们就会看 哎这个函数怎么样的优化 那这个优化的过程就叫做local optimization 局部的优化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我很多局部的优化点我都看了 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 哎我就发现整个系统已经 每一个函数都很碎片化 每一个函数消耗的量都都不多 那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做 做大的架构上的调整 能够减少很多函数的执行的次数 换句话讲 我们也希望profiler上能看到 一些函数调用的次数 哎你看说 哎这个函数为什么要调用上万次 你知道这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你就做架构上的调整 所以我们希望啊 把我们的profiler建到JVM里面 让它变成JVM里面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资本 去建立整个这一套profiler系统 那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哈 我其实今天讲的就是阿里JVM 我们今年明年后年甚至大后年 这几年我们今后 要怎么样把这个阿里JVM发展成 为自己公司服务 也同时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特别有代表性 特别是好些个公司 同时拥有的这些困难啊 一些问题 那我提到多租户呀 这个garbage collection 异步化 反序列化 这war map 我真的认为这几大问题 是Java特别典型的问题 很多的公司 或许你的公司小的时候 你可能不在意这件事 或者说我及时把它调优了 又能怎么样 只会有很小很小的intime 但是当你的公司发展壮大的时候 打第一天起可能 你很简单的做一个架构上的一个动作 可能两三年之后 三五年之后 公司变得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大的问题 我希望今天我这个讲座 能够提前让大家思考到这些问题 也希望今后我们的工作 能够打包成一个叫做AJDK 阿里巴巴JDK 今后真的能够开源 能够直接给大家带来好处 好 就讲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请问在您开发阿里的JVM的这段过程当中 因为我想就是距离到它开源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在现行的JVM的环境当中的话 您认为我们怎么去管理县城 去做县城的执行的管理会比较有效率呢 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异步化呀这件事啊 实际上当你的codebase很小 就是你的代码的那个量很小的时候呀 这件事其实还可以做 就是因为你要改的地方并不多 就是你原来可能是用现成词的写法 对吧 那现在我建议你是用写程去写 那用写程写哈 其实说心里话 有的时候写的挺别扭的 这个不直观 这个是实际上是需要稍微有一点架构 去做调整 然后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写程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传染性 就是你不能够说 整个这一个application里面 这一块是用写程写的 那一块是用现成词写的 不行 要改造的话就要全部的改造 所以如果你的call base很小 你说我今天下个月星我要改成写程了 你可以跳进去 让整个的团队去改成写程 改成写程很 过早很早的去改写程是好事 因为你这么早的时候就用写程的方式的话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 它慢慢的就变成全写程的这个一个写法 但是如果你的代码库的量变得很大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你整个这个 这实际上是一个工程的问题 可能要分成两步 一步的话是说 我改造我的现成词 有一个跟现成词很类似这么一个API 但是它是用写程去写的 然后让一部分人开始用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影响其他的人 慢慢的去做改造 那这个我们做一步化的话 因为阿里的这个代码库量大到非常非常之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做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能够 能够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想做一个自动的把它一步化的这么一件事 就换句话讲 我不需要你改代码 我来帮你从底层的JM或者JDK 去加一个写程的一个机制 然后让你的代码看似好像是在用现成词跑 但是自动的用一步化去做 那这个的话我们 这个目前还在调这个研究的状态 我们有第一个版本出来了 正打算去拿它去试线上的应用呢 如果这个试的特别好的话 也许2016年底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看了相关的这个报道 说阿里有一个手段啊 可以去自动的去做这个一步化 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 您在JVM上采用了就是多个租户的这种概念 那可是如果假设说一个支付宝这样子 一个大型的一个service 那你在部署的时候 其实你是分三 我不太确定说 确实你们怎么样去部署 那如果我的想象中 可能他需要很多个机器 很多个JVM 然后在上面的话 那如果说你全部都开在一个JVM 那有很多个租户的话 那跟我开在同一个JVM 不是就一样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需要deploy在很多个机器 就实际上我需要很多个instance 那如果我用一个JVM 然后上面用很多个住户的方式 那我在那个JVM上开了十个instance 这样子会比 所有那个十个都用那个JVM好 的 来的好嘛 就是直接开一个 就是 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那个在 在支付宝啊 这个支付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 比如说有两个应用 一个叫TP 一个叫Buy TP可能要先去这个 做一个订单的一个操作 然后最后是Buy支付 这两个东西 现在是跑在不同的虚拟机里面的 对吧 在以前 在现在没有多住户这件事的时候 它跑在不同的虚拟机 然后它们之间的调用 实际上是通过网络调用的 我们现在想把它放在一个JVM里面之后 网络的调用都不需要了 假如它们在同一个JVM里面 它们都在同一个进程里面 那哪还有什么网络的调用呀 就直接就是函数的调用了 对吧 咱们平常有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觉得 哎呀我们现在写代码能力变强了 我们特别强 强到我们可以网络调用可以写的没有问题 其实我跟你说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再强网络的调用 你跑到线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可能99%是OK 总是有1%的fail rate 就是哎我调用这个服务器出问题了 1%的这个失败哈 可是当你把它变成函数调用的时候 哪有失败的时候 什么时候调用一个函数失败过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希望把它变成 变成在同一个GMI之后呀 这个原本不该分开的东西又合回在一起 对吧 这可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吧 不是 那这样子您的那个 就是我整个阿里巴巴的 假设说支付宝好了 所有它的程序所有的方讯 其实都是部署在同一台机器上 每一个你实际上的机器 它都具备有整个所有它完整的功能 明白 以前我是每个方讯切一个一个incidence 在不同的机器上 你现在是不同的机器上 每一个机器都拥有 所有的方讯都在同一个机器上面 都全部都有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嗯 并不要求说所有的功能都要有 其实支付宝太庞大了 即使有了多租户哈 比如说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 可能如果我们看支付宝应用的数目 可能现在有上千个应用都有可能 上千个 它现在可能每一个模块都可以做成一个应用的形式 我们希望 并不是说希望把一千个应用全放在一台机器上 我们希望的是比如说一台机器上跑一百个应用 对吧 这样子还是局部的 但是这个这一百个应用 希望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需要在一起的应用 就是相互之间的关联特别紧闭的那些应用 你就不要再去调用了 你就直接在本机上跑就好了 哦 还是没有回答 是都有回答 只是听了您的解释之后 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假设说 我有一个方讯 我提供了一百个instance 在散布在各个机器上 那有些是call or local 有些call remote 那你们有做类似这样子 laughting的一个优惑 对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的好 就是 像支付宝的情况还好 还OK 因为它是 它partition是by user 就是这个用户嘛 所以说它其实没有 不太存在这个问题 换句话讲 它实际上它每一个应用是staylist的 它没有状态的 它访问哪一个都可以 它访问这台机器上 本机上有 就访问本机上 本机没有就访问remote 它都可以 但是有的应用就是会像你说的这样子 本机和这个remote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有状态的 对吧 这个机器上的这个 是负责这一批用户的 另外一个机器上负责另外一批用户 那在那个情况下 你就需要做routing 但是我认为这个routing 你是提前已经 以前也有的 就是即使没有合并做租户 你也 这个routing的logic肯定也还要在 对吧 并没有让你多做一些工作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相信大家都还意欲未尽 但是我们的第一场演讲 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欢迎大家会后在 赵先生讨论 那我们一起在这边再掌声 谢谢赵海平先生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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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